好,感谢主,在母亲节可以成为特别的讲员 今天是母亲节,是女人的日子 所以今天的餐厅或者酒楼都是特别为母亲庆祝的 我们今天就要特别讲一场母亲节的讯息 就是底波拉,以斯力之母亲 有圣经你们帮我一起看 就是《时诗记》第四章第四到十三节 我们一起来读 以慕死后,以色列人游行耶和华眼中捍卫恶的时 耶和华就把他们服依在下索作王的迦南王耶宾手中 他的将军是西西拉,住在外邦人的下落车 耶邦王又铁车九百两,他大大的欺压 英文那里就写crudy and violence 这两个字真的好,你看到就害怕了 欺压以色列人二十年 以色列人就呼叫耶和华 当时有一位女先知 她的名叫底波拉,Debora 是拉比多的妻,当时是作以色列的侍诗 他住在伊弗莲山地,拉玛和巴特利中间 在底波拉的中树下,以色列人都向他那里去听判断 那第六节就这么说了 他就打发人从那个拿伐他来的基底师 将阿比诺因的儿子巴拉招了来 对他说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吩咐你说 你要宿令一万拿伐他来的西保伦人 上他佛山去 我必须野兵的将军西西拉 宿令他的车梁 我全军往那个基顿河到你那里去 我必将他交在你手中 I will give you victory over him OK 那么巴拉就说了 他说你若同我去,我就去 你若不同我去,我就不去 帝波拉就说了 他说我必须你同去 指使你在所行的路上得不着荣耀 因为耶和华要将西西拉交在一个妇人的手里 巴拉就招罪一个西暴伦人 和拿法他来人到基底斯 跟他上去的有一万人 那么帝波拉也同他上去了 那么我们再看看时诗记第五章那里说的 那么第五章第六节 在阿拉之子散家的时候 又在阿易的日子 大到无人行走 都是劳道而行 以色列人中的官长停摆 直到我底波拉兴起 等我兴起作以色列的母 就是Mother for Israel 以色列人就选择新神 战争的事就临到城门了 那时以色列人四万人中 岂能见盾牌枪矛呢 我心就倾向以色列的首领 他们在民中甘心牺牲自己 你们应当送赞耶和华 那么第四波拉兴起兴起 你当兴起兴起唱歌 阿比那音的儿子巴拉 你当兴奋努力你的敌人 好 感谢主 这个就是《时诗记》第四章 和第五章的一些经文 那今天我们就讲解 一些当时这个《时诗记》的历史背景 其实很清楚的 如果你看一下那个经文的时候 它其实是让我们很清楚看到 当时这个以色列人 他们是作恶多端 做了很多犯罪的事 恶事 是得罪了耶和华上帝的 那么在那个时候 耶和华上帝的保护 就离开了以色列人 离开了整个以色列民族 那么在那个经文里面的描述 是二十年的时间 弟兄姐妹 二十年的时间 究竟那个以色列民族 他们是怎么样的生活 在那个时候 恶霸是当道的 就是那个西西拉大军 是恶霸来的 是欺压以色列人的 那么在那个时候 上湖是痰瘫的 没有生意做的了 那么在那个时候 这个双队 都已经是停摆 大道 以色列的大道 是很荒凉的 那么我们都知道 就是那个龙羹 他们是种植的 龙羹都已经减产的了 很凄凉 而那个时候 那个民不聊心 OK 很多的人民 是生活到很凄凉的 那么我们都知道 在那个时候 很多以色列人 他活在一种很惊慌 很痛苦 而且冒平安的日子 他不知道什么叫平安的 每日都战战兢兢 很担心 被打 被打击 甚至是被打死 在那个 这个 外邦的 军队的气压之下 董卿姐妹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里面 在当时这么凄凉的状态里面 今天 当然我们不是以色列人 但是今天 似乎全球都面对 有些少相似的状态 就是 很多的商业 生意 都已经停摆了 很多的大道都荒凉了 是不是 飞机都飞不起了 那个 旅游业都已经停了 很大受影响 因为这个新冠肺炎的影响 因为这个病毒的影响 而今天 很多的人 都活在一种的恐惧里面 一种的 没有工作了 被裁员了 甚至经济受影响了 其实有些少的刺 但是我们是 只是 那三个月到四个月而已 我们都已经痛苦不得了 你想象一下 当时的以色列被欺压二十年了 兄姊妹 是二十年了 在二十年里面 圣经里面都讲到给我们听 就是这班的以色列人 漸漸的醒悟过来 他们知道耶和华上帝的保护离开了他们 因为他们犯了罪 他们作恶多端 因为这个原因故 他们开始醒了 开始醒悟了 在他们醒悟之后 他们就呼叫耶和华的名 他们就祈祷 他们就来到上帝的面前 主啊 你救我了 很多的以色列人 就跪在神的面前 求他们的上帝 来拯救他们 我们的上帝真是很有爱心 很有怜悯的心 当我们犯罪 做错事的时候 是 他的保护 离开了 但是当我们懂得 当我们明白了 当我们知道了 我们还有一个上帝 可以呼叫的时候 我们愿意来到他的面前 呼求他的名字的时候 他的怜悯的心 又被动动 他就会为了他的子民 在那个时候 他就派慈斯 去拯救这些以色列人 在当时 就兴起了慈斯记里面 第一位 都是唯一的一位 是类时事 女人做时事 这个是很难得的 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 似乎是不容易的事 但是呢 感谢主 透过这件事 我们看到呢 上帝 其实都欣赏女性 上帝呢 都会使用姊妹的 当我们愿意的时候 上帝是会使用我们的生命的 Amen 好 今天呢 就来讲这个 时事记 这个 底波拉 唯一的 女时事 我要讲什么呢 就是从这个 研究这个 底波拉的 生平的时候呢 我发觉到 这个 女性 真是很厉害 她是一个 神所 重用的 姐妹 她的生命呢 可以影响 整个 以色列民族 今天 我们就要从她的生命 去学习了 首先 第一 我们要看 究竟有什么 可以学习的呢 我发觉到 原来这个 底波拉呢 她是一位 港元来的 She is a speaker 是一个 港元来的 那我们说 港元 当然是讲话的 是的 她是一位 港元 是一位 很厉害 很厉害 讲话的 一个女性 那 你知道 在 那个 她住的地方 其实 原本是 很多人 走来走去的 但是在 那些时候 其实都 很荒涼的了 但是呢 感谢主 因为这个 底波拉 是一个 港元 是一个 很厉害的 女性 她就 天天 都坐在 中树下 就 说话了 那在 那时候 那些 以色列人 特别是以色列人的 男人 很多的 男人 就去到 底波拉的 中树下 就去听 底波拉 说话 究竟 底波拉 有什么 吸引力呢 她有什么 power 可以 能够吸引到 这些男人 来听她 说话 而这些男人 她不是普通的 她是什么呢 是当时的 领袖 是那些 军队 是官长 甚至是 长老 这些领袖 就来 听她 说话了 那 从她的 讲话当中 我们知道 底波拉 是一个 通晓 律法的人 她明白 以色列人的 律法 她知道 以色列人的 律法 她用以色列的 来指点迷津 来给很多百姓 了解 知道 究竟 他们犯了什么 甚至 给他们知道 究竟 他们在哪一方面 是出错了 甚至她有 那个能力 能够说服 这些的 以色列人 应该 归回 敬拜 上帝 去明白 以色列人的 律法 而且 她都了解 军法 和军法的策略 在那个时候 她知道 以色列 是被欺压的 所以 她都了解到 她都明白 军法 应该 怎样做 在那个时候 她就鼓舞 那些 以色列民族 需要 打仗 需要 她就向他们分析 向那班 军长 来分析 国事 和军情 而且从这个 底波拉的生命里面 我发觉到 她是一个 情善 她的灵性 是很情善的 她是一个敬畏 上帝的人 她敬畏 上帝的心 我们发觉到 她知道 她知道 整个 以色列民族 活在一个 这么黑暗的状态里面 她很大胆的 她不惧怕的 她就把 神的 律法 神的 华语 激励 这班 以色列人 再一次提升 他们的信心 虽然 她是有熟灵的权柄 当她说话的时候 她是有勇气和胆量的 她有聪明智慧 做分析和判断 所以她和这班 以色列领袖 说话的时候 她不需要惧怕 她是不担心的 她是真的有神的 话语在里面 她就大胆地说 她都不 所谓不怕得除这班人 虽然这班人 是男人 你知道在以色列的民族里面 是男权主义的 但是 因为 底波拉 是一个 有熟灵权病的 女性 她就很大胆地 指示她们 但是我们感恩 还可以研究 底波拉的 她的名字 她的名称 她有一个意思 叫蜜蜂 弟兄姊妹 蜜蜂 如果在消极方面 是钉别人的 但是 如果在积极方面 蜂蜂 蜂蜂 是生产蜂蜂的 这个蜂蜂 是很甜蜜的 是很安慰人心的 是当你吃了蜂蜂的时候 对你的身体 是很有健康 很有安慰 很有一种的力量的 我们看到 其实底波拉的名字 就是这个意思 蜂蜂 我们相信 因为一个 属灵权病的 一个女性 当她说话的时候 她的恩膏 恩赐在那里 能够影响 一班 以色列的领袖 好了 我们来看看第二点 究竟她有什么 梅力 从我的研究里 我觉得 她是一位 牧者 她是一位 牧师 虽然当时 旧约是没有牧师的 但是 她在做一个 牧者的工作 因为 她是一个聆听者 很多的以色列人 男人来到她的面前 其实是帮她掃苦 甚至是 很多的问题 不明白的时候 她们都会 找她 跟她谈 之后呢 要了解究竟 发生什么事 究竟 怎样去解决问题 在整个军事里面 怎样的 有更好的政策 来解决 他们以色列人的 那个 冤若的状态 所以 你发觉到 其实这个底波拉 她是 愿意聆听的 所以我说 她是一个 很好的聆听者 她真的很细心地 去明白 这些 以色列人的痛苦 然后我发觉到 她也是一个 全面者 因为她熟悉 这个 律法 就是神的话语 所以她就用 神的话语 去教导这班 以色列人 去指示他们 去维养他们 去用那种的爱心 和忍耐的心 当然 她都知道 因为以色列人 都犯了很多的罪 她就需要 要用神的律法 来劝勉他们 拒绝犯罪堕落的生活 要重新建立 这个 遇上帝的关题 和那个祭坛 她就把神的律法 用来劝这班的 以色列人 悔改 凝聚 而且呢 我看到 这个底波拉 她都是一个 关顾者 是一个 关怀者 她不是因为 她是时事的缘故 她说话 所谓很严肃到一个地步 就是很严格 不是的 她反而是要带着一种的关心 有内心里面 有爱心 有关怀 当她的侄子 这个巴拉 很怨弱的时候 没有胆量的时候 她鼓励她做那个 军队的领队 但是她没有 很胆量的时候 这个底波拉 她呢 就 关怀她 关心她 体谅 她那种怨弱 甚至 愿意的 陪伴她 一起去打仗 欲去同行 这个是一个目者 事上会做的工作 我都看到 底波拉呢 她是一个 鼓务者 在那个时候 以色列 是没有 信心 是没有胆量 在那种被欺压了二十年的一种的状态里面 已经没有力量了 根本就觉得 凡事都不可能 凡事都不能够 但是在那种状态里面 底波拉就继续努力的 去教导这些百姓 去专行神的怀疑 甚至 去鼓务他们 去激励他们 要振作起来 要追求上帝 而且呢 要跟随上帝的指引 有信心 在上帝里面 是没有恐惧的 不需要害怕的 不需要害怕的 她是一个鼓务者 而很多时候 我们做牧者 都是 一些人 来到我们面前的时候 当然 有时就是 她最软弱的时候 有时她真的看不清楚 她会觉得 她没有了前途 她甚至会觉得 她的生命里面 好像没有了希望 特别是当她 失败的时候 当她挫败的时候 当她很不顺利的时候 她会觉得 她不知如何再走下去 她没有力量再走下去 但是我们做牧者的 我们就会慢慢的 帮她分析 然后我们会鼓励她 然后我们会用 神的怀疑 来维养她 来增加她的信心 来提升她的信心 牧者会做这些事情 但三方面 我们再看 底波 她都是一位的 善知 OK 看看 底波拉是一位的先知 原来 在《时诗记》的历史里面 底波拉是第一位被专称为先知的 是一位女先知来的 她是亲近上帝的 她和神有一个美好的关题 她事上会听到神的声音 所以她有神的话语 能够指导给以色列人知道 而且她的洞察力是非常强的 当她和他们分析军事状态的时候 甚至她带着他们去打仗的时候 她和巴拉在讨论那些军事策略的时候 发觉到她的洞察力非常强 她很熟悉当时的时势 她很认识那个逆境究竟是什么 而且更重要的一点就是 她明白神的旨意 对以色列人应该怎么做 她很清楚知道神的心意 所以她知道上帝是要呼召巴拉的 她就招集巴拉 一定要顺服神的旨意 我们都看到底波拉是一个 充满信心的女人 当巴拉没有信心的时候 很软弱的时候 我们看到底波拉 就继续不断的鼓励巴拉 挑战和激励她 去为耶和华打仗 那弟兄姊妹 很多时候 在我的牧羊的生涯里面 我都会遇到一些弟兄姊妹 有时候他们的信心是不够强壮 我们需要做的 就是要让他们看到整个图画 甚至是整个愿景 有时候我们要鼓励一些弟兄姊妹 鼓励他们做组长的时候 鼓励他们一起来专行大使命的时候 我们要花时间 我们要有耐心的 让他们知道 当我们一起服侍的时候 神的教会就会被兴起 这些都是我们会去做的事情 我们看到这个底波拉 它就是一个这样的例子 给我们学习的 它鼓励巴拉 它有信心 虽然那个时候 巴拉的信心是很软弱 而且我们也看到 这个底波拉 它是一个很有胆色的一个女性 很多时候 其实男人是应该很有胆色的 是吗? 是的 但是不要看小女人 女人有胆色上来 是真的很厉害的 你知不知道一个妈妈 一个妈妈 当她要救她的子女的时候 她是不顾一切的 有没有看过? 我相信你看过那些戏剧 或者故事 你听到的 你都知道的 甚至可能 你的妈妈就是一个 那么伟大的妈妈 她会为了她的子女 她真的牺牲一切 而这个底波拉就是这样 她的胆量很足够 她甚至一个女性 在当时旧约的时代 她跟着巴拉一起去打仗 为了整个以色列的民族 我们要感谢主 有一个那么好的榜样 在我们的前面 OK 第四方面 底波拉是一位祭司 我们感谢主 是扮演一个祭司的角色 去为以色列人民代土 成为他们的忠保 是一个晓得献祭的人 是一个事上的 为了一帮以色列人民 虽然他们 事上的犯罪 做错事 得罪神 但是你发觉到 底波拉 他是一个晓得 为他们献祭的人 而且他献祭 敬拜 荣耀归神 当他们打完仗之后 赢了 这个底波拉 就像祭司那样 甚至写出的诗歌 来带领整个以色列民族 来敬拜神 来将尊贵荣耀归给上帝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说打赢了 不是靠自己 是靠上帝 是神帮助他们 所以弟兄姊妹 我很欣赏敬拜队 要感谢主 给我们敬拜 一个鼓掌 很感谢主 就是他们 带领我们百姓 一起来敬拜神 所以感谢主 都有我们的 Sella姊妹 是一个 真是带领敬拜的 一个姊妹 我们要归荣耀 给主 能够大大的使用 Sella姊妹 当然 还有所有的 英俊的弟兄 我相信 神是兴起 以色列人的时候 当同样的 神兴起 生生命堂的 年轻人 Amen 你带领我们 敬拜 我们感谢主 好了 最后 在结论 在结论里面 究竟从底波拉的 有果效的侍奉里面 我们可以学习到什么 宿灵的母亲 她是以色列之母 她付出她的爱心 和关怀 所以她被称为 以色列的母亲 因为她的一生 是一个属灵的母性 她来关爱她的百姓 她不断的付出爱心 关怀 犧牲 和包容 这个是很难得的 是不容易的 弟兄姊妹 做牧者也是的 有时我们明知道 一些弟兄姊妹 她们在做错事 但是如果我们直接责备她 就是把她推出教会 但是很多时候 我们要劝面她的同时 我们又要包容她 所以弟兄姊妹真的不容易 但是我们真的要这样做 第二方面 这个弟兄姊妹 她有属灵的权柄 和领导的才华 她能够那么熟悉 她的口才那么好 很多时候因为 她累累了很多的 工作服务的经验 甚至她有很多的人物 她认识很多的人 她有经验 所以她分享出来的东西 不是一个好像妈妈夫妇 或者叫做小朋友 很幼稚的 但是是一个很成熟的 有权柄的 之后我们看到 她是那么敏锐 她知道人的感受 的需要 和她的洞察力很强 其实从这里 我研究里面 我是觉得 她是一个好学不完的精神 她是不断地学习的 她不是一个懒惰的女性 她乃是一个 不断地追求成长的 一个女性 我们也看到 因为她的属灵 灵性美好 她能够使得 整个以色列民族 在那个怨弱的状态里面 复兴他们 甚至 缓醒了一个沉睡的 以色列民族 弟兄姐妹 她真的实践了 这个美好的 有果效的 事奉 在 那么痛苦的日子里面 二十年的 黑暗的日子 但是底波拉 竟然把整个民族 復兴起来 甚至 给他们 四十年的 太平 盛世的日子 然后 去突破 传统的观念 犹太民族 是一个 父权主义的 但是 我们看到 第二波拉 没有因为自己的 性别 的限制 反而很勇敢的 来执行 神的旨意 还有很谦虚的 来运用 神的权柄 最后 这个女性 她忠于神的呼召 和托福 她成为 以色列民族的 根国英雄 Amen 在这么乱世里面 在一个这么痛苦的 世代里面 她反而 顺服神 然后 她肩负着 男性的一个责任 她的价值 她不是贬低 男人 或者是弟兄 她反而 在那个时候 鼓舞 那些 以色列的男人 来 建立 上帝的角度 所以弟兄姊妹 我相信 在今天 母亲节的日子里面 我想再一次 鼓励 所有的 姊妹 所有的母亲 所有的 宿灵的母亲 就算你没有做过妈妈 但是 你其实 你信主这么多年的姊妹 你是一个宿灵的母亲 你的生命 可以鼓励很多人 请我们 这个时候 我们来 回应 神 我们要成为一个 神所托福 又使命感的 一个女性 这个时候 我请我们的Sella姐妹 来为我们唱这首诗歌 又利同行 她永远都不为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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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痛过敌人 她必安慰我心 她永远都不为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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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永远都不为平衡 我欠任何生命 快С� 始祟在此 不能にな 失去了 我 我心想这一切为我预备 同样照着此人身边有你 回望人生里 你与我一起 无惧能风大鸡别同地 若是冤若暴力也得到了 是你扶持我债体来分析 神啊 你与我何等宝贵 与我何等宝贵 我若数点比海沙更多 我睡醒的时候也帮你工作 他永远都不会变下我 爱动了的行 他便安慰我受 他永远都不会变下我 人令我作人走出恨音 他永远都不会变下我 我爱动了的行 他便安慰我受 他永远都不会变下我 我爱动了的行 他便安慰我受 他永远都不会变下我 他永远都不会变下我 他便安慰我 他便安慰我受 他永远都不会变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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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动了的行 人令我祝日走出恨音 阿民 阿民 你知不知道 上帝创造阿当和霞娃的时候 不是男人比女人好 神创造男人和女人之后 第一章 创世纪第一章 二十六到二十八 上帝就给他们命令 第一个命令就是他们要生养众多 生养众多一定是男人和女人合作才能做到 单单男人是做不到的 单单女人是做不到的 大家是平等的 要合作的 第二件事都是要合作的 就是上帝给他们 男人和女人 生养众多一起来管理上帝创造的地球 空中的飞鸟 地上的走售 海中的鱼 都要去管理 地下所生养的一切 所以男人和女人都是领袖 在未堕落的时候 人类未堕落的时候 上帝现初的旨意 男人和女人一样重要的 是要合作 要一切来管理 但是当人类犯罪了之后 男人就不是去管理地上的东西 而是去管理女人 客宅女人 子女女人 女人就在这个男人或者附近的文化之下 失去了自己的使命 虽然在这样的扭曲了的文化里面 上帝仍然在不同的时代里面 兴起一些女人 是要提醒人知道 就算在人类堕落了的文化里面 上帝仍然可以使用女人 所以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 另外看到上帝都需要不同的女人 直到耶稣升天把圣灵刺下来的时候 他说 上帝要把祂的灵虚冠犯有血气 叫神的仆人和神的子女都要发愈烈 都要把祂的灵虚冠在祂的儿子们和女儿们 祂都要发愈烈 所以在五纯节那天圣灵公立的时候 不单单男人的信徒或者门徒 领受圣灵 那些女人的门徒都一样领受圣灵 这个圣灵的礼物 要赐给你们和现方的 就是你们的儿女们 所以到今天我们看到五纯节那后 甚至到二十世纪的五纯节 或者五纯节的运动 看到上帝在全世界兴起很多很多的女人 给他们知道原来 圣灵来就是要把女人原本和男人一齐 领受教恩 领受使命 领受管理 领受这个领 领受的身份 和使命给女人 今天是母亲 我要给母亲一个好消息 你的存在不是单单生孩子 或者生孩子生女 你更加是和你的老公和男人一齐来 给你扔起领导的这个职份 你管理 管理你的家庭 管理你手中所有的一切 好吗 如果你是姊妹 你是女人 你是做了妈妈 我们现在在这个时候祝福你 为你祈祷 你可以领受你的手 你领受祝福 哈利路亚 特别是母亲 特别是母亲 无论你是几岁 刚刚做母亲 或者是已经为人了 快做母亲 或者做母亲已经很老了 你一样是母亲 你的祈祷 你的使命 就在那里 阿们 哈利路亚 主啊我们要祝福 在我们当中做母亲的 感谢你主啊 你透过玛丽亚 把耶稣基督带到这个世界来 丹生在我们当中 道成肉身 主啊 你透过很多的母亲 生出很多伟大的人 在这个世界上 成为一个很有影响力的领袖 主啊 你在这个世界上 当你圣灵共灵之后 你都兴起很多的女士 来释放你 就好像旧约的大波拉一样 给上帝大大的使用 主啊我们要祝福我们在座 还有我们教会里面的母亲主 今天是母亲节 我们要祝福他们 加力量给他们 你的圣灵 表固在他们身上 给他们知道 上帝充足他们的时候 是同男人同等的 是一样是做领袖的 一样同男人一起合作的 来管理上帝给我们的一切 阿们 主啊我们不是女性主义 要赢个男人 甚至管压男人 不是的 那些女人是要找回自己的身份 自己的使命 和男人一起领受救恩 一起领受使命 领受领导的位置 以及恩公 你管理 成为更多人的祝福 主啊我将我那些做妈妈的 搞到你手中 让他们不要觉得自己 生了子女 孤子女之后 在这个社会上 就没有什么 特别的 这个生反力扮演 只能做一个母亲 不是的 他们在这个社会上 是成为 领袖 成为很多人的鼓励 成为很多人的牧者 成为很多人的聆听者 他们的经验 要成为别人的帮助 主啊他们可以 欠解那些刚刚做母亲的 主啊他们 做母亲的时候 所经过的 那些痛苦 或者忍耐 或者很多的 性格上的改变 适应 是使得他们成为更好的人 我们感谢你 主啊我们祝福他们 祝福在座的每一个母亲 在母亲节的时候 知道原来他们是外弟的 他们是重要的 他们是上帝所使用的 不仅在他家里 可以在教会里面 可以在这个社会里面 就算他们还没结婚 不是母亲 但是今天这个大伯拉的见证 都让他们知道 女人 是有一个怀字在那里的 女人可以成为男人的祝福 女人可以成为领导人 女人可以成为牧者 成为先知 成为一个领袖 主我们感谢你 在我们教会生生命堂 当中兴起更多的 姐妹 是很厉害说话的 是很厉害牧阳的 是很亲近神的 令受神的信息的 是一个领袖来的 主我们感谢你 我们教会是不分 男女 哪个重要 哪个差点 我们教会是知道 上帝创造男人 女人都是平等 都是要一起合作的 不是谁要管谁 是大家一起管理上帝 让我们一起 所以我们感谢你主 我们教会的执事 有男的有女的 主我们感谢你 我们教会的圣经 每一个步伐都有男的 和女的 我们不是用性别来分 谁可以做什么 谁不可以的 因为耶稣 你来了 就是恢复上帝创造的 业本的计划 我们要祝福 做母亲的 我们要祝福 我们教会的姊妹 使用她们 兴起她们 放耶稣基督的命 阿们 给着公仗 哈利路亚 阿们 阿们 祝福你 阿姨 祝福你 阿祝福牧师 阿们 阿们 我们教会的聚会 今天的直播 做到这里的位置 多谢敬拜队 多谢神教师俠 看不到他们 但我在这里看到他们 多谢他们 神赐福你们 我们平安的神会 我们预备1点15分 我们有会友班 和小脸班 一起来参加 神赐福你 下个礼拜见 阿们 再见 阿们